主席 陳委員好 院長好 首先恭喜院長鴻福齊天 光陰亨通 我們台灣人有一種美德 我們會給卸任的人 比較多的溫暖 跟肯定 我們也會給新任的人 比較多的鮮花跟期許 院長 你就任 行政院長一個月來 這個月來 我不曉得你做了哪些事情 但是我從 坊間裡面看到你的民調 竟然是初期的低 所以我想 就叫院長 對於這樣的 民調的結果 在這個月裡面你到底做了哪些 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講錯 不對的事情 要不然以你的裁學 你的過去 怎麼可能這麼低的民調 你自己有沒有檢討過 向委員報告 所有的民調我們都會參考 所有的施政或者是言行 我們也會實時加以檢討 你有檢討嗎 到底什麼原因會這麼低 每天我個人都會 去反省 自己這一天來做了些什麼事情 說了些什麼話 有沒有不得底的地方 這些都是經常在做的事情 院長 你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行政院長 也是馬政府 上任以來 第一個月施政滿力度 最低的一個隔魁 難道真的是如外面講的 一代不如一代嗎 在劉兆賢院長 上任一個月的滿意度 是57% 如電力院長的時候是48% 陳聰院長是37% 你只有30% 院長 你能不能具體回答本席 什麼原因民調這麼低 向委員報告 這個民調不是我做的 我也沒有辦法評論這個民調 我能夠做的是 就是就我們整個團隊 以及我個人的努力 不斷的去思考 不斷的想像 我們還有什麼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 院長 你答覆這麼含糊 我覺得欠缺 這個誠懇的一個檢討 像我有報告 我剛剛第一句話講 民調不是我們做的 如果說做這個民調 他們有去分析的話 他們也許會有答案 民調不是我們做的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 但是也不是我做的 是民間的反應 是民調嘛 所以我在這裡請問你 你認為人生最大的智慧是什麼 最大的智慧 對 人生需要的智慧很多 你認為哪一個最大 我覺得 能夠 對身旁的人 永遠保持一種關愛 一種發自真心內在的 真誠的關愛 這個是很大的智慧 對 我想一個高度的人 他在人世間要有他的溫度 我認為 有人提過一句話 最大智慧 是無從偏見 無從偏見 我認為在 上位者 要 不斷的 自我檢討 不斷的自我反省 那有這樣低的民調 我真的是 我已經捏了一板冷漢 中國有句話講說 一家之計在於和 家和才能萬事心 我想 院長你是政治學者出身 你也應該知道 德國有個政治學者 叫漢娜厄蘭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講公民彼此的寬恕 才能治療 以解放過去 所犯下的各種錯誤 以罪行的羈絆 是 院長 你是政治學者的教授 一定聽過這句話 如今你學而憂則是 不要讓你的理論 繼續留在課本裡面 台灣需要和解 台灣真的需要和解 台灣也需要進步 我希望 讓阿扁回家吧 讓台灣的社會 跨出第一步 院長 我請問你 你願不願意到北榮 看阿扁 關心他的病情一下 向委員報告 這一些事情 我們會請法務部來評估 你願不願意 你個人願不願意去看他一下 我並不排 向委員報告 我不會排除這一種 建議的可能性 但是我會請法務部先行評估 那你願不願意 一個月內 召集相關的部會 認真的 去考量社會的氛圍 社會的聲音 社會的意見 希望 能夠讓阿扁總統 保外就醫 讓他回家吧 向委員報告 如果我跟部會首長會討論 這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要考量的 絕對不會是 委員所講的社會氛圍而已 我們要考量法律上的規定 以及陳水扁前總統 他的身體的醫療狀況 究竟是如何 院長 你總統考量都應該列入考量 但是阿扁總統病情非常病危 不要人實在獄中的時候 你們還在檢討 你能不能一個月內之內提出具體的 一個針對 是不是能夠保外就醫這個問題 給社會一個回應 可以嗎 向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所講阿扁總統病危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相當嚴肅嚴重的一個說法 就我們所知 龍總的林凡院長 在前兩天對外的說法 是重度憂鬱症 那我想可能跟委員所講的病危 還有一段差距 當然我們也在等待龍總給 這個法務部最終的一個醫療報告 院長 中度憂鬱症的人 有一個很嚴重的傾向 就是自殺 你知道嗎 就是自殺 你知道嗎 院長 我先告訴你 身為台灣的總統 身為台灣的行政院長 要有那種人道關懷的 一種雅量 一種胸襟 你才會受人民的尊重 今天不是阿扁偉大 也不是民進黨的需要 都可以放下這些 不要再受到知識的捆綁 發揮你 你剛剛講的 人生最大的智慧 跟瓜心周遭的朋友 這講得都好 發揮你的溫度 不要直接展現你的高度 這個是本期對你的期許 另外我想請 我們外交部長 跟我們國務部長 以及我們 喬委會委員長 好嗎 好嗎 議長 這個 習近平跟 溫家寶你認識嗎 我個人 跟他們沒有任何事 你知道他們 他們在 在我們台灣你有擔任什麼職務嗎 習近平跟溫家寶 有沒有在台灣 在台灣 我並不知道他們擔任什麼職務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外交部 釣魚台 列移主權的先導網站裡面 留有習近平講什麼 捍衛主權穩定大局 留有溫家寶講什麼 講釣魚台爭議 採取有利措施這種說法 這個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網站的貼圖 有經過我們政府的同意嗎 有經過我們授權嗎 有沒有 剛剛這個貼圖 我並不知道他的來源 這個網站有這個貼圖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去了解 至少我並不了解有這樣那個情形 部長 問題真的很嚴重 你保衛主權 你外交部不能漫步基辛 你外交修兵 外面已經很大的質疑了 你外包給一個廠商 新聞隨便貼一貼 有字有圖 寫什麼也不知道 不只是只有習近平 溫家寶還有很多 中國的官員的發言 他們要先導什麼 他們要先導 釣魚台是中國的 中華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主權 他先是中國的主權 外交部有沒有掌握 沒有 我們捍衛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還有維護漁權 是我們中華民國一貫的立場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堅持 院長我請問你 釣魚台是哪個國家的 當然是中華民國 部長咧 部長 當然是中華民國 那兩位咧 我們部長咧 中華民國 但是為什麼 所有的 所有的 你去看Google搜尋一下 所有的都是他們的言論 沒有我們的言論 你在外交部怎麼做事情 保掉這麼半步基辛 讓我很痛苦 你覺得說政府無能 外交真的修併造成這個樣子嗎 你提到Google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來做了解 我想我們一貫的立場 一直在強調 詮釋我們的主權 這是我們一直繼續在 你回去查一下 這個我覺得嚴重失職 該懲處要懲處 該運起來運起來 那個 我請教我們國防部的部長 部長 高部長 每年的春季 是釣魚台的一星期 我們宜蘭很多的遺傳 都會去那補漁 那相關的不論是海巡 或是漁船 還有跟這個 這個 各種這個 這個補漁的一些些 啊 漁民 常常會跟日本的自衛隊 發生一些衝突 那機率慢慢的高 國防部有沒有針對這段期間呢 這個 預先做一些沙盤推演 萬一有衝突的時候 這個部分 我們跟海巡署時間 都有非常 緊密的聯繫 在必要的時候 我們都互派聯絡官 在整體的國安會的指導之下 我們跟這個 海巡署相關的船艦 我們都有做非常緊密的聯絡 那個 部長 我也知道 這個海巡署是負責 海上移民的這個 主要第一線 但是我上次去 上次我執行那個海巡署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可以有兩千噸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海巡署的這個 巡防艦 可以去保護移民 結果 我們一看 大陸 海間船就至少的六千噸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我們應該加強 這個整個軍備 那 海巡 萬一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 一定要做緊急的處理 我想這方面 請這個 部長 留意 另外 在漢宮二十九號演習 有沒有納入海巡 有沒有可能 漢宮的演習 向委員報告 我們所有的演習 各項的部隊 海巡的部隊 原來就是在我們的相關部隊 它的暗巡部隊 都是納入我們第一線的守備部隊 這個部分都有聯絡 這個部長 這個 目前東海跟南海都是 海巡佔第一線 那 也是算是戰地的一部分 那國軍要驗證這個 支電工坊 防空數位的一個指管 缺了海巡 好像就是缺了一塊腳一樣 我們這個 全民國防 不但海巡 還有其他的部會 都納入演習 漢宮二十一號的時候 曾經有規劃 那在海巡艦上面裝設雄翁飛彈 那目前有沒有這樣的 繼續這樣的措施 我想現在優先 還是在我們自己的武器裝備上 那麼所有作戰的時候 相關的這些數據 可以運用的 包含的民間 甚至於中央單位的這些單位 相關的裝備 我們都會做徵用 本席建議你 這個海巡 那個漢宮十九號 海巡把它納入 整個演習的一個一個範圍 原來就是有規劃相關的部分 至於有一些船艦要不要動用 我想我們會納入考量 對 納入考量 另外我想請那個委員長 委員長 其他兩位部長先來 這個委員長 最近有一個新聞 在網路上爆紅 有一個很紅的僑胞 你知道是誰嗎 有個僑胞很紅 你知道 蔡佩蘭先生你認識嗎 蔡佩蘭 對我在報紙上有看到 你看過這個 他有沒有參加過我們僑委會任何活動 我沒有這種印象參加僑委會的運動活動 總統的女兒叫給僑胞 難道你僑委會都沒有掌握狀況嗎 掌握情資嗎 有沒有 其實啊 僑胞好幾千萬 他的我們沒有 所以你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總統的兩個女兒長期在外國居住 他們有沒有參加過我們僑委會辦的活動 這個 在我的手足裡面 他們兩位啊 參加僑委會的活動 我還不大知道 有沒有 你是不知道有沒有 是沒有 他們有參加 有這樣記錄嗎 他們可能會參加公益的活動 但是參加僑委會的活動 我們好像沒有 你們僑委會有沒有主動去聯繫他們來參加 我們沒有聯繫 主動跟他們沒有聯繫 所以嘛 你現在外交修兵 難道你僑委要修兵嗎 僑務要不要修兵啊 要休息嗎 僑務要休息嗎 其實啊 很多的僑胞到海外啊 是很多很多的 我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個人 我今天執行的重點 你現在都站在這裡聽到了 這都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 你哪個部會都是要鑽緊一點 總統的女性是僑胞 僑委會不知道 總統的女兒有沒有參加僑委會的活動 僑委會連主動聯繫 邀請參加他們參加活動都沒有 你認為這樣的僑委會的業務這樣即可嗎 院長 向委員報告 我之前有幸也跟吳委員長曾經周訪過我們的僑社 就我所看到僑委會同仁在僑社的努力是非常積極的 當然僑委會不可能讓全球的三千多名僑胞 每年都參加我們的活動 但是我所到之處所看到的活動 其實是非常的多元而且人數很多 這不能說我們的僑委會沒有在進市 你記錯了 我們全世界有四千零三十一萬的僑民 不是三千多萬 四千零三十一萬 看怎麼樣統計 現在僑委會齁 不要說這種重要議題一問三不知 難怪齁 這個很多新僑啦 年輕的僑胞 對僑委會沒有感情 我想不可能有一個僑委會主委會認識所有的僑胞啊 我這次去越南參加台商的活動 他們很驚亂談 亂談什麼 日本他們怎麼樣去照顧他們的台商 韓國怎麼照顧台商 新加坡人怎麼照顧他們的台商 讀讀我們台灣的台商 好像沒有父母一樣 沒有國家一樣 所以我在經濟部門的時候 我特別請部長注意這個問題 外交修兵僑務要發展 好不好 另外喔 我想請問一下 請 那個委員長請下齁 請交通部長 來部長 恭喜你齁 就任部長齁 這個 你就任部長以來呢 我也跟你溝通幾次啦 我覺得 你在溝通這方面你比較有誠意 所以我也 給你很高的期待 那 那個 請問一下那個院長 你知道全國現在幾個縣市嗎 全國22縣市 那有幾個縣市沒有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 對 如果以快速道路來講的話 包括台東 嗯 花蓮 沒有沒有的 對我說沒有快速道路 然後金門 馬祖 澎湖 宇蘭有國道但是沒有快速道路 對 我剛剛問你沒有快速嗎 宇蘭沒有嗎 對 前陣子我看到這國道要按照里程數來收費 這個 這個 我本來很期待有一個比較能夠社會接受的方式 我之前也建議過 是不是不同路段可以採不同的費力 然後民眾可以自選這個費力 結果我看到你們出來的方案 實在是簡單到連國小生都不如 竟然用縱向橫向來決定 橫向的24680不用收費 縱向的135要收費 我覺得很奇怪 那你們是吃定我們宜蘭人嗎 你知道現在宜蘭的狀況 沒有一條快速道路 假日要塞車 所有交通問題是影響宜蘭縣整個觀光經濟的發展 所以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請問一下 這個 院長 是不是重新思考一下 其實電話費力都可以用不同的費力來計算 為了讓全國的用路人 有一個公平 的對待 特別是宜蘭 宜蘭 宜蘭 國道5號 就因為他是南北向 所以收了6年 國道24680 因為他是橫向 所以免收費 這樣不是吃定宜蘭人嗎 這一點我不能接受 我再比較一下 我們 國道5號跟快速道路 的狀況 高速公路的等級其實應該比較高 我們國道5號的等級是高速公路裡面等級最低的 他比快速道路的造價還低 國道5號總長 在一年段 平年段 這個24公里 每公里造價11億 國道6號 總價 37.6公里造價8.8億 台64線 總長 29.4公里 造價 每公里 15.9億 台65線 總長 12.8公里 造價 24.1公里 那不能這樣比較 因為有的 你聽聽我講完 這個 我們國道5號平年線 限速90 國道6號限速100 他們免收費 路寬也比我們寬 台64線跟台65線 造價那麼高 比我們高 他們也免收費 我具體建議啦 為了讓宜蘭縣 能夠觀光發展 改為快速道路以後 可以連接將來的蘇花改 因為蘇花高已經沒有希望 讓整個東部的用路權 長期以來政府 中西青東 中北青南 這種狀況能夠改善 讓東部的人民 覺得 政府有在重視 這種城鄉差距的問題 政府有在重視 貧物差距的問題 解編為 這個 快速道路 不是那麼困難 為什麼說呢 因為 宜蘭縣沒有一條 快速道路 南北的聯絡 僅能靠這條高速公路 你如果有這條高速公路 還是要收費的話 那宜蘭縣這條路 等於敗咖啦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所有的這些規劃 你用重向橫向來切 我覺得這個欠切一個科學 的一個思考 第三個 宜蘭縣呢 如果這條國道5號 平田縣可以變成快速道路 重機車可以上路 現在很多重機車很喜歡到東部去 東部 這個 空氣好 山好 水好 所以很適合重機車的一個 一個活動 也給年輕人 也給我們宜蘭縣東部 一個發展的機會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也請 這個交通部仔細的去研你 我會在交通部 希望院長 院長 你要重視這個問題 還有 宜蘭縣在發展有機農業 宜蘭縣現在 烏石港 重大觀光 現在 麻雀要變紅網 都需要院長你親自來 院長你必須到宜蘭去看一下 我每一個縣市我都願意去看 當然看我們總之行告個段落之後 時間比較充裕的時候 來宜蘭看這幾個狀況就是 我會安排到所有的縣市包括宜蘭 也希望新任的交通部長 能夠多關心宜蘭縣的交通問題 一定 接著我想請 這個 我們那個經濟部好嗎 那個 院長 請 粉鳥林 是宜蘭縣很美麗的一個漁船 大概有三百多戶 結果呢 我們 這個粉鳥林因為 破地的幫他 上次造成我們 蘇花公路的一個 道路的一個 阻絕 沒辦法通車 大概兩三個月 上面大部分都政府的單位 有這個 海軍的雷達戰 有工事有警廣 有氣象級的發射台 我也曾經出面過協調 但是大家本會主意 你能不能答應我 請 工程會的 出面的主持協調 儘速解決這個危機 委員所說的是粉鳥林 魚港 上方那個攤翻的問題 我這兩天有聽到同仁大概跟我提到這個事情 那個現場我是沒有去看過 當然如果試涉到幾個不同單位的話 我願意請我們 工程會出面再來協商一下 對於那個分攤的費用方面 看看是不是能夠盡早 多久時間可以處理 經濟部已經協調 我想一個月內應該可以 一個月內 那我就拭目以待 好 我接著要請部長答覆我幾個問題 我也請院長來關心這個 倒退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標準 不堪入目的一些公共工程 然後你知道我們公共工程的問題 這幾張照片 這邊喔 那個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這個 南桿杖的外面的廣場 只用了一年 整個地磚烏黑 再過來 這個是 外館也是這樣子 褪色發霉 裡面喔 裡面是這樣子喔 這不是外面喔 裡面的磁磚是這樣子喔 再過來 松山機場 這個是 建國百年的賀禮 烏會不堪 然後來再看 你看 公共品質這個低落 都是國家的門面 再過來 這個 我在新聞網路上看到 大陸的 一個部長 進南公安宣稱 我們 台灣 的公共品質 落後他們十幾年 我聽得很痛心 我想那句話 並不進南公運 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事實上 也存在這些問題 我想 部長做的不夠好的 當然會感性 你要重視這個問題 不管是交通部 其他部門 公共品質 要重視 為什麼宜蘭縣的公共品質 當時能夠受到全國肯定 因為當時就有一個 陳定安縣長 院長我希望你 跟陳定安縣長 學一下 重視公共品質 是這個部分 我願意學習 好最後 我想 這個 請那個部長 跟那個 我們那個 就位長官下來 我想請那個 內政部長 跟文浩部長 院長 兩位部長 這個 今天的新聞報導很大 這個是社會關注的議題 到底 通姦要不要除罪話 我現在也知道 國內的婦女團體其實 有人主張是應該除罪話 有人不主張 那昨天的行政院院會裡面 有這樣的報導出來 我也嚇一跳 這個問題 這個 是應該面對的 但是 適不適合 由政府的觀念來表態 我覺得這個有待上去 也應該更慎重 謹慎來面對 不過已經提出來 我記得這個國會殿堂 也請院長 這個 針對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看法嗎 首先向委員報告 昨天在行政院會 之所以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是因為法務部有提報 剛結束的國家人權報告書 邀請 國際的委員 來審查之後的一些情況 那麼在 國際委員所提出的 81項 這個建議 意見裡面 其中有一條是 跟我們這個 刑法裡面規定的通姦罪 有關 那麼國際委員的建議是 由於他們所看到的 大部分國家都已經沒有通姦罪 的這種刑法規定 所以建議我們應該 要朝向 去刑則化的方式 來努力 那麼因此呢 才會有我們在會議上 一些統能的交換意見 那麼這件事情 昨天法務部長 也說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關於這個議題 在多年來 我們法務部其實都有 由刑法研修小組在討論 其中也有人建議 是把它去刑則化 但是呢 有鑑於多數的學者專家 也就是與會的研究委員 還是認為目前比較暫時 維持現狀 所以 研修小組還沒有決定要去修他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開放性的議題 所以我不僅 歡迎鼓勵我們的同仁來討論 我們也歡迎整個社會 對這個問題 給大家一起來討論 也許將來大家說不定會有一些不同的新的想法出來 也不一定 那我請教農部長齁 昨天你是不是有講這兩句話說 空間罪是讓我覺得很抬不起頭 一個很漏厚的法 有講這句話嗎 有的 你有沒有講說 婚姻難道要靠警察去維持嗎 有沒有 這個不是在院會的討論時候說的 是事後記者來問我個人的看法的時候 是的 好那我請問 我代你請問 我們內政部長主管警察的單位 那個李部長 是 台灣的婚姻難道要靠警察去維持嗎 你知道台灣現在的離婚率多高嗎 現在台灣的離婚率多高 這個確實數字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是蠻高的 大概有多高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我回去查 所以靠警察也靠不住啊 現在台灣有警察 所以你這個問題 我請那個李部長 你會深處回答 大概 我們龍部長問的 問不是這樣子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兩個人個人之間的婚姻的生活 跟性的生活 可能不應該藉由國家的權利的介入 不應該有刑法來處理 但是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對 我很佩服你有那個勇氣 講出你個人的想法 本來政務官就別人都會拿個人的想法 齁 這個我很讚成齁 這個 要容易表達 容易溝通 那部長呢 你的看法呢 這是法務部的職長 所以我不會有我個人的看法 警察當然不會去干預到這方面的事 所以現在 這個部長齁 我會不會去答應 不論道理 我會不會去向免寺 你會不會去嗎 我會想說 我會不會去 你會不會去 我會不會去 你會不會去